大家好 咱们上次聊过纳粹拍纪录片的事 对于纳粹来说 电影的用处特别大 他们那套种族主义理论 一般老百姓听不懂 但是纳粹要屠杀犹太人 又得让老百姓恨犹太人 就得用更直白的手段 在这方面 当时有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叫《犹太人苏斯》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这部电影到底讲了啥 怎么煽动德国老百姓反犹的 今儿咱们就聊聊这其中的故事 纳粹上台之后 用各种手段煽动老百姓反对犹太人 但是老百姓仍然不感冒 反而有不少同情犹太人的 纳粹宣传部长葛培尔一看这么来硬就不行 就得想办法用很直白的方式告诉德国老百姓 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坏 而电影就是最好的媒介 于是他给德国每家电影公司下命令 要求他们各自拍摄反犹太主义的电影 德国柏林的泰拉电影公司接到葛培尔的命令之后 决定深挖历史拍摄古装剧 18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苏斯奥本海默的犹太银行家 一度是福腾堡公爵的财务顾问 后来遭到妒忌含冤而死 这在历史上是个真实的悲剧 泰拉公司对这段史实就进行了大量的改编 在编剧的笔下苏斯成了奸诈的犹太银行家 看准了福腾堡公爵中日花天酒地就借债给公爵 最终公爵债台高度 指的让苏斯当自己的财务总监 在电影里编剧给溢造了一个18世纪的犹太人隔离区 苏斯当上总监之后取消了隔离区 又穷又吝啬的犹太人纷纷涌进城里 骑在日耳曼人头上作威作福 后来苏斯仗着自己的权势 强奸高贵的热尔曼妇女激起民愤 最后被审判后处死 可谓是罪有应得 虽然这电影剧本各种歪曲历史 但是故事性不错 而且制作精良 所以当他在1940年推出之后 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荣誉 一些影评人宣称 这部电影能够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句话可算是一语成谶 纳粹宣传机构看到犹太人苏斯如此争气 赶紧拿来在国内上瘾 而且葛培尔非常鸡贼 声称这片子完全真实的历史记录 当时德国老百姓早就被纳粹宣传折腾的七荤八素 哪能分辨出这是古装剧还是装古剧 反正纳粹说这是历史 那观众就真当历史看 电影一放民众情绪马上被扇会起来 1940年的11月柏林老百姓义愤填膺 发动反犹太人集会 他们高喊口号 要求所有犹太人赶出柏林 甚至统统赶出德国 这正是纳粹想要的效果 既然老百姓都如此反对犹太人 那么民意不可委 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法令 随后一个一个的出台 直到1942年 纳粹高层召开万湖会议 制定了系统消灭犹太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老百姓看着自个儿一个一个的犹太邻居消失了 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正他们都是坏蛋 只要从自个儿眼前消失就行了 至于是去了毒气室 还是焚尸炉 也才懒得管 给老百姓看都是这效果 那要是强制希特勒青年团员和集中营看守去看这片子 那后果就可想而知 青年团的小孩根本就没有分辨能力 看完电影之后就跑到街上 只要看见带黄色犹太星标志的人 就一顿拳大脚踢 小孩都这样 那你想集中营的看守看过这个就更加凶残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犹太幸存者回忆 说集中营守卫啊 某天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发现犹太人比他们想象的还坏 于是呢决定惩罚犯人 随机挑了几十个人之后用鞭子使劲抽 当然杰帅幸运的 有那种情绪一上来的 直接就把犹太人开枪打死的 在这个集中营里 犹太人的死法多种多样 被私刑虐待致死 毫不奇怪 反而啊 要是直接能禁毒气使 那都算善终了 战争结束之后 纳粹政权灰飞烟灭 犹太人苏斯这部电影呢 为屠杀犹太人推波助澜 于是呢被列为禁片 所有的拷贝通通销毁 片子导演哈兰也因为指导这部影片 被称为魔鬼导演 犹太人集中营受害者以反人类罪 把哈兰呢告上法庭 要求德国政府必须严惩哈兰 这场被哈兰的审判开庭之后 无数集中营受害者在法庭上作证 表示呢这部电影确实让犹太人变得更惨 但是哈兰呢拒绝认罪 他表示这一切都是葛培尔控制的 葛培尔才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 为了躲避惩罚昔日的大导演 甚至央求自己的犹太裔第一任妻子 出庭作证 试图逃避罪名 战后呢联邦德国是讲法制的 虽然哈兰的确是电影的导演 但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 是这部电影导致了大屠杀 还是缺乏证据的 法庭之后撤销了对哈兰所有的控罪 大导演呢就不用吃牢饭了 但是呢 这部电影的影响无此恶劣 哈兰等于已经宣告射死了 当时有人拿犹太人苏斯里边的台词讽刺他 说呢 他什么也没做 自己只是葛培尔的忠实仆人 哈兰的所作所为 也给家族蒙上了阴影 面对前辈的罪孽 哈兰家族的后人呢 选择勇敢承担 哈兰的孙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表示自己的家族会永远记得这部电影 相比于惨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 自己并没有资格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抱怨什么 犹太人苏斯这部电影的故事 讲到这呢就算是结束了 包括电影在内 所有的艺术都多多少少会反映政治 有的时候甚至为政治服务 这都在所难免 但是呢 服务也得看对象 如果这个政治是个暴政 借着艺术宣扬暴力仇恨 甚至种族灭绝 那这个艺术呢就被玷污了 所以呢这部犹太人苏斯 不但是电影的耻辱 而更是整个艺术史上值得铭记的教训 好了 关于犹太人苏斯这部电影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找你跳到这个艺术吗 除了脑 weg 我去看这个艺术 我回去了 你们放下了 我看这个艺术